整个国外目前 它不仅仅单单是躺平 甚至在之前疫情前 不管是他们对生活那种 就是所谓的 所谓的那种态度 对那种及时行乐的态度 还有就是包括对这个 所谓的这个疫情 国外人对疫情的这个看法的这个态度 真的是远超躺平 如果我讲的最难的比方 你可能在美国 你在欧洲 大部分的国家 如果你戴一个口罩 当然这是你的自由 但你如果出去 比如说如果在美国LA的话 别人看你会觉得 首先第一眼就一定会知道 你为什么戴这个口罩 你从哪来 不会觉得说你这个人很怪 或什么东西 因为经历过这个大家都懂 但一下就会知道 这个肯定是中国刚来的 所以他心里很害怕 他们的心理规 觉得小鸡大做或怎么样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我们之所以开放这个 是因为首先我们 一直是保持这个清零政策的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是 那个病毒 不管它现在就是网上 或者别人把它说得多入 又或者是我身边的朋友 或者自己自己得过了 或什么觉得都没问题 严重 但这并不能够说明 别人或者老年人或者孩子 他得了这个一样会有问题 因为你如果看死亡 这个报告率的 其实那都是人命 那一个上面一个的这个数据 那上面加一个数字 加一个小数点 加一个零 那是活生生的生命 所以中国目前的这个状态 我个人认为是 首先未来 咱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觉得它是一定要 要想办法 要解决这个问题要打开的 因为它现在的这种状态就变成了 有点像围城 有点尴尬